国际APP 而且事后还在推特上面指责这些媒体是美国人民的公敌 究竟执政届满一个月的川普表现如何 今天我们就邀请了政大国安中心研究员严正深严老师 从内政和外交两个部分带我们来一起检视 川普执政满月的表现 好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老师这场记者会可以说是川普的个人秀 大概很少有美国总统能够像川普这样 在记者会上面跟媒体如此的针锋相对 你怎么看川普这一次的记者会的表现呢 我觉得川普从竞选期间到当选之后 到就职以来都一直是跟他的支持者说 美国的媒体常常创造假新闻 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现在已经在他的支持当中 他就得是认为说你们不要尽采性他们的说法 我的推特我说的话为准 所以他已经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支持者 跟这个媒体之间的矛盾 所以当媒体不断在批判他 他就要非常强烈的反击 然后他的支持者也会认为是媒体的错 而不是他们这个支持对象者的错 所以这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吧 那只是他的这个媒体的敌人 可能从CNN、New York Times、ABC、CBS这些都是 然后再加上虽然他过去曾经非常比较愿意来往的这个福斯 我觉得最近有一个新闻福斯也在指责他了 所以我认为他这种把媒体所有的主流媒体所有的报道 都认为说是假新闻或者负面的 这个其实到最后对他是不利的 是不过有媒体这个分析就指出 川普痛批媒体这样的语言 比尼克森攻击媒体的语言还要来的邪恶跟危险 但两人共通之处就是想分裂美国 让媒体的这个行为变成主要的议题 而不是这个总统的行为 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 您看这个川普上任之后的施政 他又想做全民的总统吗 还是现在还真的是只想巩固自己的支持者而已呢 看到他在佛州造势骂媒体那个样子 真的会让人家以为他还在竞选 对我觉得他在这个一个月之后 他要做一个取暖的动作 所以又回到造势 他认为说这个是他赢得的原因 就是他这样子跟媒体的这种冲撞也好 或者他执行的一些政策 我们认为是比较激进的 这些东西在他的心目中 认为这是巩固他支持者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他会不断的采取类似的这种竞选期间的 这样的一个冲突的这种情况来巩固自己 那陈如主持人所说的 我看他真的是没有意愿 要这个做全民的总统 他只要把他的这个支持者的这个基本盘给巩固住就好 所以我们也看到即使发生这样子的一个这些冲突之后 共和党内还有八成的选民是支持他的 民主党当然超过八成的是反对他 所以就看起来是有这种政党或者美国的政治的这种提划 就是往两边靠就是激进的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确实是他没有一个意愿准备好像跨越党派去争取反对党的支持 或者我们不要说反对党独立人士的支持 那都没有 所以他不是要做一个全民的总统 不过这个从这个他这个签署行政命令的这个几项这个争议来看 似乎真的是反映了老师刚刚所讲的这个情况 老师川普这个这个月上任真的是争议还不少 尤其是他为了要落实证件签署 我刚刚提到的行政命令这几件事情 哇那真是轩然大波 那其中当然穆斯林禁令更是引发了很多争议 现在一路可能要打官司要到最高法院了 他还不放弃最快21号还有新的禁令要出来 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观察 他现在这个借着行政命令这样子的这个动作 来巩固他自己的支持度吗 确实他在这个行政命令 我们看他前面几个行政命令 几乎都是为了支持他的选民 我们就说confinance 这些人而设立的 所以呢会有这个我们讲说的 该怎么讲的 就是这些投票给他的 譬如说他是反对自由贸易的 所以他反对自由贸易 那就他马上就上来就把美国从TPP给推出来 然后他是这个支持这个我们讲解除管制的 所以他要这个解除这些对这个开发能源 还有像这个挖矿这些石油等等这些人员方面的这个解除管制 那这个都是有有选票基础的 那同样他在竞选当中也讲到说要修这道墨西哥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围墙 那也是有选民很赞成的 那穆斯林这个也是一样 只是主持人刚刚提到 当他放过这个行政命令的时候 他可能这个没有给这个行政命令足够的理由说 为什么是这七个国家 所以会被美国的这个这个联邦法院的法官认为说 这个他不能执行不能执行之后 他们上诉联邦上诉法院也维持同样的情况 就认为说你竞选期间 你都有讲明说你是要反对穆斯林的 不让穆斯林进来的 所以你现在颁布这个 就等于是在为美国设立一个美国的国教 就是等于是犹太基督教也好 那就是反正你是穆斯林就不受欢迎 那这就违反了美国的宗教自由 就是你的美国的那个立法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 过去的判例就是说 任何的法律都是世俗的目的 那我认为其实川普这次法律应该也是世俗的 只是他交代不清楚 你为什么是这七个国家 因为如果他真正是反对穆斯林 那他可以把所有伊斯兰国家 只要是多数占多数 他都可以放在这个名单上 他并没有 而是选择性的这七个 那就表示说你不是真正反对穆斯林 你是有一些其他安全考量 但是你交代不清楚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大概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他这一次 他大概也不会再去上诉 而是用一个新的行政命令 是 等于是要回应这个法院的 所以也某种程度有一个算是半个法家弯吧 就是愿意接受法院的一些说法 然后做一些修正 然后再提 而不是把这个案子再去告到最高法院了 所以他应该会再做修正了 所以老师 会做修正 算是他这个在 应该是说他在施政上面的一种性格上面的妥协吗 对 其实性格的妥协 但是也反映出来 他所管理的白宫 他的政策 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 非常不周全 其实很快 这个是有一两个年轻一点的这个叫做助理 这个安全方面的助理 就是把它做成了 那也没有透过跟司法部讨论说这个也没有 这个案子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违法 那当然对川普来讲 他觉得我上台就是要很快 马上颁布行政令令 哪有时间去一一去查每一条法律 就会不会跟宪法抵触 那这个选民没办法等待 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兴趣 但是无论如何 你也不能让你的这个出来的行政命令 完全没有一个比较从 我们讲说官僚体制好了 这些长期看过这个东西的人 知道哪些东西会不会跟宪法抵触也没有违法 那你不走这个程序 结果就是最后出来的是非常不周全的 那这个也和他反体制 甚至反体制内的这种 文化那种比较周全的这种官僚的文化 那这个有关 但是你因为反了 你不接受这个 你想自己创造出新的东西 就被这个法院这个司法单位给打脸了 不过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这个 感觉应该是执政团队应该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不过我们看这个执政团队似乎 这个也有一些这个陷入危机的这个状况 譬如说他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因为涉嫌通敌 这个跟俄罗斯这个在这个选前的时候 因为见了面 所以呢泄露了一些消息 但是呢他现在被拔掉了 那现在这个接二连三的 好像现在他这个团队里面都 陆陆续续出了一些问题 你怎么看待他现在团队整个这个运作的状况 是不是未来会做一个比较大部分的调整 还是他会坚持这样继续走下去呢 我觉得他的团队现在的问题就是 白宫之内就是有一些这种角力的这个情况 看起来他最信任的还是他的女婿 Kushner跟他的这个策略的顾问 战略顾问这个Steve Bannon 那这两位等于是主导一切 那白宫的幕僚长其实Pribus 可能都并不是那么有影响力 那所以弗林之前 他在这个白宫里头作为国家安全顾问 竟然就是跟俄罗斯等于是 欧巴马还没上任之前 欧巴马就已经准备对新俄罗斯 进行一批新的制裁 当然要跟进就是要当选 总统当选川普打声招呼 这个消息竟然被他透露给这个俄罗斯的大使 驻美国大使 所以是不合一 但这个不合一之外还有就是 他根本就跟美国的副总统撒谎 所以他没有讲 那让副总统在媒体上面还为他辩护 之后才造成这个不信任 但是今天弗林下台其实对美国来讲是好事 因为当时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马提斯也好 或者是说美国的这个国务卿提勒森 他们都认为说这个弗林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所以希望就是在马提斯通过他的提名 他就要求美国的参议员赶快帮忙 让提勒森能够提名之后 稳住这个局面 然后未来他们希望能够任命 他们自己的副国务卿来巩固 所以我们也看到 在川普在国内不断的创造议题之后 那另外就是马提斯在日韩做安抚工作 到欧洲也是一样 提勒森到欧洲也尽尽安抚 然后美国的副总统班斯 也是做同样的类似的工作 所以等于是川普在国内创造了一些 让盟邦无法信任的事 因为他的团队很问乱 但是他有这几位比较自身一点的 比较我们说成人 大人能够出去帮忙安抚一下 我觉得总是比较做到一个平衡 但是他的白宫确实是有问题的 OK好 所以他这个执政团队未来会怎么样被检验 恐怕后续还有待观察 对包括你看他的希望能够任命贴福林的新的国家安全顾问 第一个人选哈尔将军就婉拒了 然后他在他任命的才一个月的 就是在白宫里头负责这个拉丁美洲事务的这样的一个顾问 那已经被他解聘了 为什么因为他批评他 所以我觉得那个 而且这个被批评的这个被解聘的这个顾问 后来也说他认为说白宫就是被他女婿跟这个巴农给白吃 所以正好的政策专业的一些意见都没办法进去 所以这个后续啊 这个整个团队真的是要被检验了 好不过老师 这个提到这个刚刚提到嘛 他现在的支持度 就是说可能就是朝M型的方向 这样左右 对这样去走 老师我们要讲 其实他最初就是讲说美国优先嘛 希望把美国的经济带起来 这一个月下来 我们真的看到美国的经济真的有复苏的状况吗 美国的股票是还不错的 因为毕竟他上台之后 你这个解除管制 就让很多大企业 就是觉得说可以放手一搏嘛 包括美国的这个石油能源工业 包括煤矿工业都可以再继续开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当你准备要减税的时候 那当然企业是蛮有信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边 光是这两个他在宣布 那我认为就会让美国的这个企业 是确实看起来 就是经济大家会有一个感觉 但是说老实话 美国现在的这个失业率只有4.7% 那如果在欧洲 这个大概是非常理想的数字 那欧洲的我们看到 一般都是10%左右 当然近两年德国的状况很好 可是你像到法国到这个南欧的话 都是很高的 还有年轻人失业率也高 那美国能够在欧巴马上台之后 是9%多 下降到这个不到5% 去掉腰斩一半 那我觉得美国经济其实不坏 但是欧巴马就是被川普一路讲到 一个是认为说 你看我们接手是一滩滩子 那大家就信以为说 就是美国过去是真的不怎么样 那所以川普上台一下子 这个股票上来 确实是我觉得反映出 这个商界对他的一些 就是信心吧 认为说他会解除管制 会减税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不觉得说美国 现在的状况 本来的状况也没那么差 所以其他也不应该是和他有关 OK好 不过那个人民可能会有那种错觉吧 就是说这个其实 就为什么他施政上面这么多争议 还是很多人是跟着他 这个应该是说铁粉 为什么这么支持他 其实可能就跟这个有关系了 OK好 这个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要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到现场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您现在有收听的是 中央果物电台台湾之音 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APP 好 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个川普 这个上任届满一个月之后 然后对这个川普的施政 进行一些平息 上个阶段 我们这个针对了川普的这个内政 进行了一些平息 接下来我们要针对他这个外交 这个外交上面 川普进行了非常大部分的这个调整 老师 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关系好了 美中关系 这个要到了这个过年前后 似乎才有了真正的好像比较这个明朗的这个发展 我们要怎么看待川普从这个否定一中到接受一中 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我认为这个也是啊 就是这个提勒森 作为一位这个国务卿 大概接受到国务院方面的专业的简报之后 那认为说如果美国继续要跟中国打交道 特别是川普所在意的那些不公平贸易啊 或者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次质这些议题 要谈的话 那就是有点类似在台湾 就是大陆认为是说 那我们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回到你的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才能谈 有点类似台湾跟大陆 大陆认为说你要回到92公司才能够开始 而不是92公司是谈判的一个这个议题 而是就是先决条件 那一个中国也是 就是大陆认为一个中国政策是不可以来来谈判的 而是就是开始的 那我相信大概是这个提勒森是说服了这个川普 而且另外我们去看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已经下台的这个弗林 跟俄罗斯接触的状况 整个川普选举的过程当中 都被质疑跟俄罗斯关系 特别跟普丁非常暧昧 那现在也有怀疑是说 到底你今天美俄之间 会不会还有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参议院也要调查 那如果真的是如此 那导致了弗林下台 川普非常尴尬 就是他如果继续跟这个普丁很好的话 大家就认为是你看果然他就是 就是非常盲目的支持一个独裁者 那如果他不跟普丁来往 那也被认为是说 你是不是心中有鬼 因为大家现在在查你的东西 所以你不敢来往 那让他在这个俄罗斯的议题上面 是尽可以失去的 但是所以他必须要回头 稳住另外一块 就中国这一块 至少就是美中之间的互动 要能够维持现状吧 不能够有新的查措出来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他为什么 最终回到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 所以您老师您认为 这个未来川普对于这个中国 应该不会太造劲吗 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 当时这个他回到一个中国政治的时候 纽约时报用的标题是说 习近平的沉默 让他改变了主意 所以大陆等于是就是 放了杨洁篪啊 王毅这些官员去讲一些话 但是呢习近平是跟川普不一样 川普没事要自己发言 习近平不讲话 不讲话呢 当然会让美国会担心说 是不是这样子美国跟中国之间 未来总是要来见面谈话 那你这样下去 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点的例子 我们看到川普他上台之后 跟这个通了电话的一辈人 20个左右国家元首 当然也不太好的电话 比如说跟澳洲的 但是呢他见面的就是 比如说英国的手下梅宜 这个安倍 这个安倍 加拿大的杜鲁道 然后再加上这个 以色列的这个内藏亚 是 那这几个都是美国核心的邦 有邦对不对 那其实中国也是一个 大概是美国最应该排到这个下面的 那如果你今天不见面怎么办 这是一个问题 大家会觉得 所以必须以后要见面 见面的先决条件就是这个 那当然不需要有正式的互访 我认为他们可以 还是会在什么G20 APAC 汇外汇 你这个汇外汇不能取消 至少要行礼无疑 所以我认为 去过未来的一年当中 他们会在这种国际的汇外汇 还是会建议一下 然后呢 美中之间的这种战略经济对话 可能换个名字 大概还是会存在 那大陆也希望如此 因为习近平总 不希望在十九大之前有任何差错 所以我认为 就是行礼如一 度过这个未来 到年底十九大之前 这样的一个状况 看起来应该是走这个维稳路线 OK 对对对 不过老师刚刚提到这个俄罗斯 我自己就个人非常好奇 这个弗林的问题 这个像老师刚刚提到了 这个会让川普对俄罗斯的 这个关系的这个进展 可能有点进退失剧 老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俄罗斯 他当然最可能最大的希望 就是希望俄罗斯 能够帮他处理伊斯兰国 是 就是 打击恐怖主义 对抗伊斯兰 可是这个东西呢 又跟这个 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美国跟也有点矛盾 为什么呢 虽然伊斯兰国确实是 也对以色列可能也是一个威胁 可不要忘记 你看伊斯兰国起来到现在为止 他并没有去打过伊斯兰 我们讲到任何一个过去阿拉伯的激进组织 为了要获得阿拉伯人支持 会故意来打以色列来做这样的事 甚至在第一次博湾战争的时候 那个海山当时也是就是发射了这个飞毛腿到以色列 就是希望把这个战争变成是以阿的对抗 那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今天找这个普丁来帮助把这个伊斯兰国灭掉了 那变成是你巩固了叙利亚阿萨德政权 但不要忘记阿萨德最后面的支持者是川普最讨厌的伊朗 那所以这个是有矛盾的 那这个是我认为 然后再加上如果你今天跟这个普丁弄得很好 让美国的制裁解除了 或者是说欧洲一起的制裁解除 甚至说美俄关系改善之后 你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做出一些不屑的言论 你会不会让美国在东欧的这些盟邦 这些不是北大西洋组织 公约组织最早的成员国 但是在90年代人战结束之后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加入了 譬如说波罗的海三小国也好 波兰也好 这些国家其实是非常清美的 如果你去跟他们最担心的敌人 俄罗斯改善关系 那你也会失去这些国家的信任 所以必须要有国务卿也好 或者是说国防部长甚至副总统 去欧洲去再让他们安心 安抚一下他们 所以这个是川普常常在谈政策 特别是对普廷 你看连这个 我们讲了福斯的新闻访问 他说普廷是一个杀人犯 他说我们没有杀过人吗 但还帮普廷解套 所以就让大家会觉得说 到底是不是俄罗斯手上有川普的把柄 我觉得这个永远会是他执政的一个阴影 当他在做俄罗斯的政策上面会净退失去的 OK 不过老师你刚刚提到 这个不管是中东的关系 或到北约或到整个欧盟 整个环环相扣的这个下来 都跟俄罗斯有关 那我们就要问了 就是说他可能排除俄罗斯的这样的这个因素 然后让整个包括了中东 或者包括北约或欧盟可以稳定下来 那否则的话加入俄罗斯的因素之后呢 他整个又一直环环相扣的一直在变动 对美国是不是相对不利 因为最支持的弗林已经下台了 那弗林你看他从欧巴马政府 那个情报局长下来之后 他是到过俄罗斯访问的 然后接受俄罗斯招待 还跟普廷吃饭 所以他的这个意象是很 然后上台之前还跟这个俄罗斯的大使通报 这个美国要制裁的新的消息 所以这条线没有之后 我相信川普少了他的这个影响力 大概会比较接受马提斯这种专业的看法 那马提斯是一个对俄罗斯不假 识设的 所以我认为说俄罗斯未来可能就没有办法 像过去一样会跟这个川普发生 怎么特别好的关系 那如果今天川普还受制于俄罗斯 那大部分的美国人 包括这些媒体就会再去查 说到底这个俄罗斯手上掌握了什么东西了 就会令人这个感觉非常疑惑 对对对 就感觉上不寻常 因为俄罗斯从来就不是美国的朋友 一定是一个潜在的敌人 那你只能够说他是一个竞争的对手 你也不可能把他当作朋友来看 特别俄罗斯对他周遭的这些国家的威胁 包括在乌克兰的事情上面 那美国也认为说克里米亚 还是他不愿意接受的 但是好像川普又没有特别去强调 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这个事情 或并吞克里米亚这个事情 会让其他的国家 他的盟国在东欧的 在前苏联的会很担心的 是尤其乌克兰好担心 会不会被美国出卖 无论如何川普上任才一个月 那后续他能够施展身手的空间 跟舞台还是非常的大 他是否会改变呢 还是会一直冲下去呢 我们节目也会持续的问您关注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 严正生严老师的深入分析 谢谢老师